各位好 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 管教与灭带 最近在芝加哥有一对华裔的夫妇 因为八岁的女儿 把外婆送的生日礼物 一个贵重的金戒指 带出去玩丢掉了 她却谎称在家中遗失 结果引起父亲的圣怒 而裹起耳光 后来两个人到公园里去找戒指 被警察看见女儿的脸上有个长印 就把她带到附近的医院去检查 还将这个父亲逮捕 虽然这一对夫妇过去 没有虐待子女的行为 但她不当的管教方式 受到了郡州检查官的起诉 如果她被判有罪 他们在申请中的绿卡 将招移民局的拒绝 那前途就难撤了 东方传统的管教子女方式 和西方强调自由与人权的观念 显然有格格不入之处 有许多的新移民 不能够入境问署 仍然保持自己的想法和处事的态度 以致引起许多不必要的困惑 其实 谁不愿自己的儿女变好 谁不愿儿女有教养 但是管教的动机很重要 是出于爱心 还是出于怒气 管教的方式也很重要 是约束行为 还是伤害自尊 不当的体罚 所造的坏处 往往比好处更多 在美国 每一年 虐待儿童的检举案 超过三百万件上 其中三分之一 已经构成实质的伤害 而伤数是在七岁以下 包括被忽视 肉体的虐待 和精神的虐待 根据儿童保护局的统计 每年有超过一千名以上的儿童 被虐待致死 在纽约 一位寒衣的父亲 因为女儿不听话 将他繁琐在屋内 结果被控告非法禁锢 可以判他六个月的徒刑 还有的将孩子 关在狗笼中 或是套上锁链 也被起诉过 圣经教导我们 要严格地管教子女 但并不是要我们伤害子女 孩子要从小就教他们 顺从父母 不要等到三岁 才来建立父母的权威 那就迟了 父母自己要有好的榜样 讲话要算数 家规要清楚 大家都遵守 用的家法 要小心 好像戏的板子 要打 是打手掌 或臀部肉多的地方 不能在公共的场合打孩子 以免伤害到他们的自尊心 到了三年级以上的孩子 就应该尽量用 扣除特权的方式来管教 而避免体罢 孩子的个性不同 要针对每个孩子 能够产生制止 和改正行为的方式 去教育他 不论如何 不可以用简便的方式 打骂 一定要花时间 去教导 沟通 当然 最重要的事情 是要为孩子祷告 求圣灵管理他们的心 不要受恶者的侵扰 愿神祝福你跟你的孩子 谢谢